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涛曾经被问及 但92年准备开始制作新作品时 当时还不知道了要做什么 有没有刻意去选择时代剧背景的题材来做 他回答 不是刻意去选择时代剧 而是因为我是被时代剧和西部剧不欲长大 只是想做让自己逾越的作品 另外做出妖兽都市 赛博都市808的作品之后 我想我也让世间多少了解了这类影像的美妙 所以现在差不多 是时候可以做我最喜欢的那类东西了 是的 创考至此为止制作的作品 多半是迎合制作人的口味 直到此时展露头角 才终于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动画 寿冰的忍风铁的构想 其实酝酿了很久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穿高少年时代至今各种审美积淀的一个集合 穿高字数 首先上文集过的《山田风太郎》的人法界系列的影响不可回避 其次《横山光辉》的《伊鹤的影丸》和《代本的人者漫画》也是此作创作的原点之一 《人法界》系列是曾经介绍过的《山田风太郎》的系列小说 从1950年代末开始连载 相当漫长 包括甲鹤人法界 江湖人法界 柳川人法界等等 时代跨度极大 战斗手段从体数到重型枪炮无所不包 左 博俊南 四田刻也和天野喜笑 都曾为他的系列小说绘制过封面 《伊鹤的影丸》则是《横山光辉》 从1961年开始在中刊上年分辨上连载的漫画 讲述江湖背景的人法战争 又传言说 他也受了《人法界》系列狠带影响 左 左博俊南版《伊鹤人法界》 中 秦也喜笑罢《假鹤人法界》 又 四田刻也罢《假鹤人法界》 虽然时代上来说《伊鹤的影丸》在《人法界》系列之后 但川涛在少年时期首先接触的是 《伊鹤的影丸》从而由此进入 令人目悬神秘的人法战争事件 川涛说 我还记得《伊鹤的影丸》里 双方驱使人法战斗 被杀的人这名字就记录中消失 这样的展开让我兴奋 那种心跳感至今还记得 当时真的读得入了迷 之后长大成人 又读了《山田先生》的人法界小说 才发现 啊 原来这是根源 进入山田的梦幻世界观后 他又观看了《山田风太郎》另一部作品 《魔界转生》的电影版 1981年版 监督 神作星二 剧中的特设技术特设监督 石岛戏南方的金玉也堪称时髦 穿好为之折服 忍不住想象那样的动作和视觉效果 用在人法贴世界观中 用在动画中会如何 一个关于人法战争企划的草图 便在他心中诞生了 日后Math House的企划会议 上川康 畅谈自己人法大战的构想 制作人们也不禁被这世界关系 嗯 统合之后很快便写出了企划书 事后川康被问 为了让企划书通过制作人们的审核 有做什么妥协吗 川康回答 完全没有 印象版也没有画 可理想见当时参与的企划者们 如何为他对原爱心者 寿兵为故事的构想 花了较长时间 但构想完成之后很快就写完了 川康甚至还想一口气画出风景 因为制作方想要一份文字手稿 才只好先写出一份文字版 寿兵为这个人物名字的构想 来自六升十兵来 被设定为总是卷入各种麻烦式的体制 政协双方的对立参考了各种影像中 CIA和恐怖分子集团的对立 读的灵感则上文来自1981年的电影《纽约大逃亡》 人法大战的流程中多样法术的设计 在普通人看来可能十分麻烦 这是天才川康想象力纵行驰骋的游原地 80分钟的作品中出现了八个敌人 可以说目不暇接 节奏必须保持紧崩 川康希望能在这部时代剧中达到无夺宝奇兵 这类动作片和致命快感 这类西部片的快节奏 川康认为 即使是江户时代剧或陶琴时代的西部片 只要节奏和拍摄手法处理好 就能成为所谓的现代电影 即可以吸引现代人观众 不让他们感到无趣的电影 他自己也是贯彻这一做法的 正如笔者在前篇中写过的 他非常在影像和观众之间的无形互动 兽兵内忍封铁中高密度毫不脱胎的战役 令观众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尺度中 得到巨大的风足感 此作角色和人法设计非常丰富 制作人审核时 也几乎没有废弃的部分 唯一可以说是欠点的部分在于时间太短 且过于追求角色的多样性和战斗快感 而牺牲了对丹尼角色挖掘的深度 这是川康自认为的 从笔者角度看来 闲马 红礼 石榴和百合丸的四角恋情 已经足够精彩 况且还有更重要的男女主角的感情 现在并不能算挖掘深度不够 只能说情节分配轻重有致 除节奏之外 关于不合理世界中的合理性 穿好也思考了许多 譬如上文提到的百合丸的私线传艺术等等 兽兵内这一角色的设计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因为反派和正派大多都是无情的人者 原文兽兵内也被设计成冷酷的战士 但为了让世界观更有确有真实感 穿好还是将它设计成了比较健康和更有情绪的形象 背景美术也是根据不合理世界中的合理性设计的 因为故事相当不合理 所以美术背景 如果和吉普币一样过于显时 会显得微尿的古怪 于是穿好在现实界自然风景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舞台剧感的变形 譬如竹林中单纯只有竹子 芒草丛中只有寄书芒草 其余细节省略 画面让未给角色演出 另一方面穿好特别执着的设计 在于背景的颜色基调 譬如竹林的鹿、飞屋、都红 在这里颜色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成为烘托氛围的重要手段 竹林的绿这里不得不提及全篇的色彩风格 在塞鲁洛时代 调色不仅是色感的问题 还涉及胶片感度等技术性问题 可表现的色数其实也是有限的 日后吸血鬼烈人帝的时代 2000年左右开始 绿色这类颜色的就可以很漂亮的表现出来了 但在寿冰的忍风铁时代 绿色还不是可以按照预想漂亮的用颜料画出来的一种颜色 所以竹林之战中的绿色 大多是用只一种烙制作的 如果只用颜料涂抹 摄影之后无论如何彩度都会下降 由上面截图也可以清楚的看出那种 仿佛在空中微微强扶着的绿 笔者看来反而有一种特殊的古典氛围 塞鲁时代试色 确实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电刺时代则轻松多了 在此作中成唐 也集合了前期合作中结识的一批是为投合的朋友 摩洁都市新宿中结识的恩田上之 塞伯都市808合作过的宾夕博斯 日后他监督了另一部日式动画 《鲍利美学的大》 表作剑豪生死斗 以及罗德导战机时期结识的风额 风厚华美的基伦峰等等 寿冰为忍风铁纤细 又风味浓郁的人设 便是基伦峰担当 创考对基伦峰的人设非常满意 唯一语语的部分在云用色 基伦峰的寿冰为人爱为茶色系 创考则寿时代剧电影《春三十郎》 影响将它调整成了蓝灰色系 当时蓝色也比微妙的茶色 更容易通过镜头表现 其余豪华的阵容还有川崎博斯 刚春风和小指剑 后来他们几乎被称为创考班底 当然不可以忘记 川豪自己也是非常优秀的动画师 Animator和演出家 他自称作画和角色演出方面 从初期统和林太郎那里学到很多 尤其是《明日之杖》和《左舞与士不悟空》中的手法 大概在重制作所出身的动画师中 我是对动视特别执着的一个 非常想要人物动起来 但是在比较硬和写实的画风里 想要令人物高扬感的动起来 对画师来说负担很重 因为线条很多 所以必须不断学习一些比较有效率的手法 确实 在有限的作画章术中 在最节省精力的情况下 如何使人物更生动地活动起来 是每一个动画师都必须考虑的客体 为了保证作画质量 制作途中川豪 会把所有完成的原画 先检查一遍 之后交给担任坐监的吉伦峰检查 坐监检查完毕后 再交给川豪检查一遍 虽然后期时间越来越紧张 不得不只让吉伦一人检查了 现场作业从92年开始大约耗11年 最终作品完成之际 川豪说 真正有种借了权力的快感 完成 本当 健感教 此 做上映后 在日本和海外也都受到高度评价 能够创造出自己喜爱的美丽的作品 并得到世人赞誉 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创作者感到幸福了 这奋力于美学高点上的满足 足以他许多作者懈怠停滞吧 然而川豪仍然在前行 为而再许 这奋力于是